找我袁世凯干什么 不除掉慈禧老朽 国不能保啊 这是谋反 我对属下都是以忠义作为训诫 让他们犯上作乱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袁大人 去此老朽在我而已 无需用 但要让你干两件事 杀荣禄为义和缘 放肆 放肆 我今天就放肆了 你的命在我手里 我的命也在你手里 你不答应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生死攸关的一次见面 谭四同忠担一胆 热血豪杰 而袁世凯则阴险狡狡 摇摆不定 把维新变法最后的翻盘机会 交给袁世凯 这是维新派破釜沉舟的赌注 深夜的法华寺妹 月亮如水 谭四同突然到法 让袁世凯暗暗吃了一惊 为了维新大业 谭四同早就做好了 舍生赴死的准备 他如炬的目光凝视着袁世凯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表示皇上危在旦夕 只有袁大人可以相救 然而袁世凯却并不相信 韩大人 无凭无据 我绝不相信